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大家都觉得到底气炸锅能够把食物改变成什么样 我们不能一天到晚盐酥鸡嘛 对不对 我们一直很养生都说我们要做那种无油烟料理 但是说实在的 有一些炸的东西真的还蛮好吃的 可是我们如果可以把炸的东西吃出它的营养 它不要破坏掉原来食物的营养 我觉得这个锅子很重要 所以我们除了要这个靠谱的气炸锅哥哥 我们还要准备什么食材呢 请看 好 那就这么简单 主角就是虾仁了 然后虾仁呢 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去壳吧 大家都会嘛 去尝试大家都会 开边大家都会了 都去了 我看一下有没有去干净 好 然后呢 现在是你 这个时候你是你发 看看它 有去干净 超干净 超干净 哇 超干净 你看 你看 是不是 每一支开边一定要尝试 其实你如果有开这个边 你那个尝试就会比较好拿 没错 没错 要不然你有时候有人说不用开边 用牙签跳 麻烦嘛 你有时候跳不干净 有时候断掉中间 后面那一剪你又跳不出来 所以我宁愿开边 半颗蛋白 好 蛋白 然后一点点盐巴 yes 这样够吗 好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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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你熊了耶 再來呢 我們就放它15分鐘嘛 yes 放一邊15分鐘 yes 這15分鐘呢 我們來做一些它的那個sauce 呃 美乃絲 美乃絲 煉乳 煉乳 嗯 這個東西我比較害怕 不會啊 你下掉重手就好啦 細砂糖 對 細砂糖 這樣好了好不好 再多一點 因為鳳梨很酸 不是 因為有煉乳 所以不用太多 煉乳也很甜啊 好 嗯 你確定齁 對 下好離手囉 好 然後 你就把它 我把它 鳳梨切片好了 切 切片 但我不知道切什麼造型的 沒有啊 我們就把它那個啊 不能太大了吧 這樣子 你覺得呢 煉乳 煉乳 檸檬汁跟那個 他說檸檬汁一匙 你幫我切一半 我來 我來 我來吃 沒有什麼一匙 煉乳半匙 那個太麻煩了 所以檸檬汁要怎樣 就把它擠下去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其實檸檬汁的意義 不知道是為什麼 它的說明書上要這樣寫 因為 其實鳳梨本身就蠻酸的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台灣的鳳梨超甜的 所以它必須要借助那個檸檬 來幫助它的酸甜度會均和 要不然我們台灣的鳳梨太甜了 好 然後弄一點檸檬汁 應該這樣就差不多 可以 我們盡量把料理弄得很簡單 然後很有趣 不要說這三分之一匙 對 這是什麼幾茶匙 我真的覺得做料理 真的不需要這樣子 對 頂多就是酸一點 酒味重一點 鹹一點這樣 下次綠的才知道 反正就是媽媽都是用 憑經驗 做料理 你說口味重一點 或太辣 或者太酸 倒杯酒 甜一點的酒 它可以你知道嗎 分解掉 真的嗎 或者是喝茶 對啦 喝咖啡啊 喝水啊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 那你說沒有味道啊 太淡了 我跟你說 其實現在的氣炸鍋 對很多不會做料理的人 有很大的幫助 是因為 再怎麼不會做菜的 只要有氣炸鍋 大家都會做 對 因為你可以吃到食物的原味 你可以不添加東西 對 大家都是大廚 對 這個麻辣內茨這個點一下 還有煉乳的這個 就是點一下我們的醬 所以我們就先讓它 先放在旁邊 好 好吧 我們現在要搞定的 就是一個這個 比較搞剛的 這一道菜唯一最搞剛的 什麼 就是我們要搞蝦仁 好 等一下 因為呢 他說在用之前呢 再加一點點 先弄一點過去 再加一點點 再加一點點 然後我抓一下 勾勾這樣子有沒有 那比較好那個 勾勾 勾勾 好 然後現在呢 就一條一條的鋪到這裡來 好 把它那個外表沾 對 這樣子嗎 對 我等一下放到氣炸鍋之後 我還要在它的蝦子的表面上 再刷薄薄的一層那個油 橄欖油 我來我來 我來我來 好你幫我拿 因為我 對我用我的手套會那個 會黏 就在家裡就說 欸 我就一個人而已啊 我沒有你們兩個人這樣 互相幫忙這樣弄 其實都可以 我不喜歡有就是受局限 或者是很八股的那種 我覺得做菜啊 料理方法 的原因是因為現在有太多 太多這種多功能的器具 幫助 讓我這種不太愛做菜的人 因為你不喜歡油煙 變得很有趣 讓我在廚房變得很有趣 我覺得這個是 然後讓自己也對食物更了解 然後更烹飪更有刺性 好 欸 OK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一些呢 放入氣炸鍋 我們先拿氣炸鍋 好 我先去洗個手 好 來 給你看 你看它多麼簡單 你就按下去這樣 按下去 然後 哇 你看好大一個喔 對 超級 這是我看到史上最大的氣炸鍋 算不算是 算 按著往上拉 按著然後你往上拉 喔 它這個是跟它一體的 喔 那你這樣洗就很簡單 對 就是你就可以拿起來 拿起來這樣子洗 對 很容易清洗 然後這個地方 也很容易清洗 因為也需要清洗 因為所有的油脂都會滴到 這個地方去 還有菜渣之類的 好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放 看一下 蝦 你要先放縫 沒有 先把它 因為它就是隨便你放啊 嗯哼 放一半啦 我要吃一半新鮮的 一半有炸過的 好 好 好 OK 好吃啦 然後呢 很簡單的 我們這個氣炸鍋 就設定溫度200 然後7分鐘炸好 那我們最後要再刷上一點點 一點點油 嗯 其實一點點油就好了 刷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會比較Q 比較酥 沒有 而且食物出來也是會 會拆開 你知道很美 很美 好 耶 來了 來 請 對正 對對對 很簡單的放進去 YES 然後現在我們要來 設定200度 200度 現在200度 然後7分鐘 7分鐘 因為我們現在是用手控的 不是它自動的 它有兩個功能 你可以讓它自動 但是你也可以讓它 我們想要時間性 就是自己選擇 所以我們現在要來 減 好 14 13 好 OK 然後再回來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開關 這 Power 開始 哦 簡單啦 耶 這個齁 所有的媽媽都會 要不然其實我有時候很怕 所有的用人也都會 對 要不然 所有的小孩也會 要不然我有時候很怕 這種電器的東西 因為我會 不知道到底要 按哪一個東西 會不會按錯了 好 好 7分鐘之後 就可以來吃了 鳳梨蝦球 來了 阿媽你有沒有發現它很小聲 沒有 完全沒有 很小聲 然後它也沒有性N 就是一般的氣炸鍋 這個時候一定是整間 在這個地方 整間都會 在這裡 對 它都沒有耶 等它那個燈全按 最後 對 這個真的 欸 好啦 好啦 來看一下喔 可以嗎 我覺得可以耶 可以了 可以 看一下 哇 這有焦焦的感覺 你看 旁邊 我沒有把它拿出來囉 因為它 這個是生的鳳梨 這是烤過的 好 那兩個口感都不一樣 完全就是旁邊 你旁邊是那個的 好好吃喔 這個鳳梨感覺好好吃喔 我也相信烤的一定好吃 真的嗎 好吃吧 而且我本來以為說這個鍋會燙 就不會喔 好好吃喔鳳梨 烤完之後 超好吃的 是不是 對 小姐 就這樣沾啊 你要這樣子隔 對啊 來啊 怎麼樣 放進去 留一點給你沾 留一點給你沾 然後呢 要剪一個洞 對 YES 這次一定要剪小一點 要不然每一次都 令人那個 讚嘆 每一次都那個 都會 來囉 OK 謝謝 謝謝 台東 我就是一個蝦 看就覺得很好 超好吃 然後再加上美乃滋 很簡單齁 然後再加上那一台 萬能的 對 好好吃喔 超好吃喔 超級 我覺得這個美乃滋 跟鳳梨真的好搭喔 美乃滋跟檸檬 跟蝦 都搭 而且 一般我們在餐廳吃的鳳梨蝦球 你會覺得 很不健康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必須要用 大的油鍋 對 去炸 去油炸它 所以你吃到的那個蝦 味道裡面全部都是油 對 因為它沒有辦法把油 全部瀝 或收得很乾淨 對 所以那個蝦又油 然後它的粉又裹得更多 更厚 你就會發現 到底你吃到是蝦 還是吃到那個 外面裹的那一層麵粉 而且它很多的鳳梨是罐頭 一般罐頭不是新鮮的 對 那更 更不好吃 好吃耶 這個好好吃喔 因為它 它這個氣炸鍋 可以把這個 這個蝦把它變成 外面的皮是脆的 然後裡面的 因為我們拿捏的時間也很好 因為有時候 你自己要掌控 還有溫度 對 那如果你比較大隻一點蝦 你就用大一點 多一點的時間 但是如果你買到小隻一點蝦 你就用少一點時間 是你自己可以控制時間的 不像以前有的氣炸鍋 那我那譬如說 我小一點的蝦 小隻的 我放 剛剛放七分鐘 你會發現不夠 我可以再拿出來再加一分鐘 當然 然後慢慢加 但是如果以前 譬如說它 你比如說你炸蝦 你就是按炸蝦 你是完全沒有回頭的 它就是必須要完成 它才能夠 除非你 而且你也沒有辦法看到 對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候的鳳梨 超好吃的 因為它有一點點酸 然後再加上海鮮 海鮮跟水果也是超搭的 鳳梨跟 鳳梨跟 什麼 只要有酸性的東西都好搭 欸 鳳梨搭芒果也很搭喔 我只有聽到鳳梨芒果冰 但我沒有想到鳳梨跟這個蝦 用氣炸鍋叫做 我有吃過 又簡單 最主要的是 你會吃出它的健康 完全沒有負擔 這個是讓我 對這個氣炸鍋 完全改變印象 我們兩個算是啦 完全改變 因為我們一直都還沒有覺得 到底要不要 我們很排斥氣炸鍋 有一點 有一點 因為我覺得它還是會有一些煙和一些油 你不知道煙跟油是排出來呢 還是沉澱下去 對 但是這整個空氣你就會發現 一樣的新鮮 然後警報器也沒響 沒有 可是在我家真的 就是日本排著 那很有名的那個氣炸鍋 它只要 我妹妹只要一用 警報器一定響 所以它現在 它用第二次了 第二次它就拿到陽台去 我覺得就是因為 因為在現在的科技 一直在改良 因為大家都知道 氣炸鍋是現在所有的家庭 不管是小家庭 都必須要的 所以他們就必須 不停地在改良不一樣的方式 耶 今天算成功吧 可以嗎 耶 好的 如果你喜歡的話 幫我們按個讚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南郊松堡 下次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